海绵宝宝里的绝色圆形都是什么动物 最懂人生哲理的派大星 派大星的圆形是一种大型丽皮刘海星 这种海星通体光滑成粉红色 如五个独特的锥形臂 臂的形态敦厚风雨肉堵堵的 动画中的派大星是一个总穿着沙滩裤 连自己父母都不认识的小呆瓜 这个设定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丽皮刘海星确实只有一些简单的神经系统 并没有大佬等相关构造 真的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呆萌可爱的海绵宝宝 你是不是以为它是你妈洗碗时用的刷的 其实那是人工海绵 而天然海绵是一种多孔动物 在深海中 海绵和派大星也经常形影不离的出现 这是因为海绵能为海星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更重要的是 海星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就是海绵 海绵是一种原始多细胞生物 简单说就是一群细胞的聚合体 这或眉头眉尾眉四肢 更没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 但它软软的身体内部 却生长着复杂的骨骼结构 这些骨骼的形态结构不仅很有规律 还有一种特别对称美 别看海绵宝宝小时候如此呆萌可爱 其实它六亿年前就生活在海底了 论辈分 连恐龙都要喊它一声太爷爷 海绵宝宝里的绝色原型都是什么动物 肌肉猛男弗兰克 弗兰克在动画中是一个爱健身的肌肉猛男 它的现实原型是一种底气的矮蝙蝠鱼 因为不擅长游泳 所以只能靠着鱼鳍在海底爬行 久而久之就练出了强壮的腹肌 加上一嘴的炼焰红唇 就像金刚芭比似的 野心爆棚的匹老板 匹老板是动画中的一个反面人物 关于他的绅士争议颇多 有人说他的原型是溅水藻 因为这种真和浮游生物的头部 有两条长长的处须 看起来是不是和匹老板的一模一样 实际上还有一个生物和匹老板也很像 它就是医藻 瞧瞧这眼神 简直就是匹老板本体 善善 事前如命的谢老板 谢老板的一双卡自然大眼睛 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大眼睛可是真实的神还原 在现实中 谢老板的原型是大眼沙蟹 沙蟹长长的眼睛树立在脑袋上 生活在沙滩洞穴中 奔跑速度可达每秒两米 很难被抓住 看看这像煮熟了一样的诱人红色 撒上胶炎 想必也是一份独特的沙蟹小吃